第十七至二十场比赛 十一号台裁判员含立民 运动员李泽凯 强林旭 十号台裁判员马高山 运动员金首亭 马雨芯 十一号台裁判员 吴梦哲 运动员冯志鹏 曲超 12号台裁判员何春梅 运动员马千里 郑哲 13号台裁判员王景新 运动员李品义 柳明亮 14号台裁判员罗浩 运动员李毅南 蔡金龙 15号台裁判员杜璐广 运动员李宏伟 廖家伟 16号台裁判员李博远 运动员高俊强 商涛 17号台裁判员赵紫盈 运动员赵嘉行 刘向北 18号台裁判员张绍安 运动员 运动员姚鹏 何忠豪 18号台裁判员张伯通 18号台裁判员李博运动员 18号台裁判员秦旭鹏 运动员胡 18号台裁判员运动员 19号台裁判员尀 19号台裁判员 18号台裁判员来立胶员 决定员秦族强 Wuhan 2,1,开始 傅凯获得太久选的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2,1,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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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开始 3,2,1,开始 3,2,开始 4,1,开始 但是从他这个手架库边的姿势来看,感觉不舒服 从目前的这几杆下来,感觉这盘球或者这场比赛啊,福凯应该是可以获胜的 因为从前面,福凯打那几杆球和他对手啊,这个维甲一之间的一个对比 维甲一明显,弱比较多 哎,有没有运气 右手这个位置小心别碰花椅 右手这个位置小心别碰花椅 看会不会白球啊,到谷边直接过来打一周球来叫四 一两一切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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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选择13号球,还进攻15号所长方的笔带 嗯 感觉先打13,应该稍前更合理一些,白球更好控制 放进 感觉这几杆,这个福凯在跟着维甲一的这个节奏在走 嗯 我觉得应该,福凯应该把节奏,找到自己最舒服的这个节奏 不要跟着对手,对手快,失误多 你反而跟着对手快,稍前草帅 福凯应该是,他觉得对手肯定水力不是特别强 嗯 打起来是有点,不是特别专注 嗯 脑子里有点溜耗 这个长台的低杆 再来一张包球 打起来,白球走两锅出来 也是啊,考虑到15号就是一个保险 就上来之后先把这个迪安区的事号就打进 张志导,刚才这个镜头给到啊,这个维甲一的这个后手的握干的位置很靠后啊 是源于他的身高问题吗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个人的习惯 嗯,跟身高关系不是特别大 嗯 他呢,本身,趴一起的时候,这个后手握的位置 就是已经个人习惯于平靠后了,你看 嗯 他其实现在这个动作不算是很规范 为什么说呢 嗯,就是正常在还没有运干之前 你趴去的定义位置呢 手臂最好小臂是比较垂直于对面的 然后身体呢,自己后背也要下去 就是说你趴去的时候,你手是后手,小臂是没拉开的 是这种样子是比较正规的 他的趴去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强制性让自己手习惯性的握到最后面 等于说,他这个臂就已经拉开一部分了 这种情况呢,有些球员是有这个毛病的 他这种动作跟这个习惯呢 会养成一个以后不太好的毛病 导致最后结果就是他在某些球的力量上会有缺失 是 因为这个东西就像钟摆一样 比如说你还没有开始呢 你这个臂已经拉开一半了 那你后面只能拉一点点 所以距离非常短 等于说你在力量上肯定最后会有缺失了 等于再往后手臂的延展的区间就没有了 对 就像比如说我们那个球杆要做跳球的时候 这个球杆杆头肯定跟跳球的白球距离之间是很合适的 但如果你把这个杆头慢慢的贴近于白球的时候 你让它跳,它就没办法发力了 因为你再打的话,你这个杆头就要碰到白球 而白球就碰到台面了 迅速的就会给你干头相撞 没办法发力 那这个拉杆也是 你没有这个摆幅 你怎么把这个力量发出来 就何谈拉杆的 你都拉不动,拉不出去 对 中带应该是漏了 这白球跟黑八的这个角度啊 难度不大 富凯1比0 暂时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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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呢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中式巴球国际公开赛资格赛的一个赛制 比赛呢是从本月的24号开始 24、25、26、三天决出了代表石家庄选拔的一位参加正赛的选手 他叫王樊硕 已经率先打进到了正赛 那么今天跟明天将是大学生选拔 选拔出一位代表大学生参加正赛 那么从29号到下月9月5号 这8天当中呢将决出14名晋级正赛的选手 那么1加1加14组成代表中国参加中式巴球国际公开赛的国内军团 对阵海外选拔以及邀请的16位外籍球员 最后参加10月5号到8号 本届的中式巴球国际公开赛的正赛 决出20万的冠军奖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本届十家庄的中式巴球国际公开赛的资格赛的时间啊 创了历史最长的这个资格赛的时间 现在白球到这个局面啊 1 3 2都可以衔接 那这盘球如果真的手架不舒服的话 可以尝试啊 别的球可以来衔接 但运气还不错 有心在花花没开 无心茶溜溜成晕啊 嗯 笑我自己也是乐的 嗯 刚刚这个富凯呢 也是 稍稍有点感慨啊 我们那年代要是有这种比赛的话 那是太好了 是 那个时候因为大家游乐项目比较少 那时候在 我南方不是特别了解 嗯 那时候在中国的这个北方 尤其东北部 或者华北地区 或者中原附近 这个尤其是东北啊 这打这个中式巴球人是相当多的 如果那个时候要是办比赛 全国大学生我觉得报个几百人都很正常 是 嗯 群众的基础很广泛 嗯 包括现在我觉得如果这比赛啊 你要是放在比如说哈尔滨啊 沈阳啊 或者长村这个东北三省的某一个大堂市里面去办 这个报名的这个名额啊 会结束相当多 是 肯定很踊跃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段 嗯 就是说能够刚好放在这个开开开学季前面一点点 嗯 暑假期是最好的 那刚好咱们这个时间段是有点接近于91的这个 开学啊 拍学了嘛 大一学上大二的要登记也入住了等等 这一干 这一干翘底干尾就变成一个扎干了 对 白球明显出现了这个线路的偏移 右上角能够准一干 你看白球在同台弹以后起来黑八右下摇抵的 好球啊 福凯也是出干不拖泥带水 对 全都不错 哎 哈哈哈 他倒是很淡定啊 他很淡定 他觉得他肯定能赢 嗯 至于比分不知道什么样了 是比7比0啊 7比1 7比8 那是福凯2比0领先 刚才接到张指导的这个话题啊 那张指导您在这个球坛上吃上这么多年 那么有没有您了解的就是现在现役的咱们重视八球知名球员有这个大学生背景呢 但是背景 大学生背景 我知道的好像不是特别多 嗯 你边上就有一个 比如说 如果没想起来 嗯 你坐在现在坐在你右边这个就是 啊 张指导啊 哈哈哈 大学生背景 其实有个别球员是啊 呃 像 乔宏伟 嗯 乔老师 乔宏伟有印象里是的 然后 其他呢 就不是特别熟了 因为大部分球员有可能在中专呢 或者是这个就没怎么上 或者高中辍学之后 就开始打球了怎么样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枪尾是 因为早期在01年我们打打这个北京海淀区清河那边那个雅龙湾那届 我说还有大学生证 时间跨度很长了 对 那现在呢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比较有名的球员 像天津的李亦南 嗯 还有这个王霄 嗯 都是在大学生的圈里边都是比较有名的 那这回他们应该报名了吧 报名了 报名了 李亦南这个时段正在打 而王霄刚刚是在上个时段点球 决胜 这次生出了 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我们母校的这个学生 您的母校是 哈 老名字叫哈传博 就是后来改成这个哈工程了 哈尔滨工程大学 以前叫哈尔滨传博学院 后来他们因为一些好像是院系啊 好多都统一到一起了就要一个大学生 合并了 对对对 不知道有没有哈尔滨这边笑语啊 学弟 也确实随着张志导的一个感慨啊 也希望咱们乔士以后能够 致力于更大力的推广大学生的这个比赛 形成一个固定的IP比赛的IP 那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学子 投入到这个重视法球的海洋当中 他这个年龄阶段或者再小一点点 比如说十六七十七八的啊 如果说这种十六七到二出头左右的 这个参赛人员比较多呢 也能够反映出了一种现象 就是这个社会上现在 不是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对吧 对 但大伙还有好多人 是在脱离开手机之后的同时呢 也在打开球 有可能你在踢足球也没关系 打篮球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你把自己从电子这种生活里面解脱出来 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人的世界 面对面 大家 老大球对吧 台泥是绿色的 很养眼 平时呢还可以动脑 意志类的 加上体力啊 都有一定要求 还可以跟对手开开玩笑 大家聊聊天 是一个很好的交际的一个运动 嗯 如果环境能在那屋檐就更好了 对 我们看这个维甲1啊在出竿的时候动作的幅度很大 换句话说就是变形的这个幅度很大 就是说我感觉这个维甲1应该还是在一个学球的阶段 刚开始接触不久 刚起门不久 嗯 站位呢动作都在自己强化自己固定姿势的这样一个过程 刚好喷酷 嗯 不然画自由球的 那接着刚才这颗球啊 也会有好多的爱好者去询问 说这种白球母球贴到边裤的时候 我想问问张志党 嗯 这个您们作为这个教练包括职业球员 打这种球的时候为了避免划杆 有没有在动作上有一些要求 嗯 多少有一点点变化 就是后手呢比平时在击打过程中呢会稍稍抬高一点点 嗯 出杆的这个倾向性会稍稍带一点向下的脚子 但是脚子不是特别多啊 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出杆尽量保持你运杆的那个方向 不要有说像上一场比赛里的那个球眼啊 就是雷曼的那种 嗯 一出杆向上撩 一出杆向上撩 如果白球打铁口球打高杆的时候呢 是非常纪律很大纪律会划杆的 划杆 就是出杆的你这个方向性一定要 顺着你运杆方向是统一的 平或者平向下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方向出来 就是 翘板一定要抹足 对 三个因素 第一个呢就是后手 无论是左手还是右稍稍抬高一点 对 第二呢发力的出杆的方向是尽量平行 或者说稍稍的从上到下一点 对这两点很重要的 嗯 第三个就是要手要勤快 对 不要偷懒 翘板要抹足 还有如果说再细致一点说的话 像这种球如果白球靠库边的话 呃后手在握杆的位置是有可能 稍稍靠前一点 对 尽量可以靠前一点 这样出杆的话 这个距离是很合适的 你看看维甲1刚才这个球就是啊 他虽然说这个白球没靠库 但离库边比较近 但这个维甲1的后手还是老习惯 拿特别靠库的 这个毛没有犯了对吧 对 还是没拉杆杆就已经拉开了 出去了 对 对 已经第二次运气进球 第三次 这小伙儿这运气啊 排球可以这么点啊 现在是富凯3比0暂时领先 大家好 我喜欢 敲事中士巴球领导者 比赛呢是采用80分钟限时 13局7胜 现在是来自山西的小伙儿 富凯3比0领先来自印度的维甲1 两位拳手都是21岁 都在读大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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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一盘富凯的几颗运气球啊 也是体现了大学生比赛 或者年轻球员比赛的一个特点 毕竟年轻球员包括大学生球员 在比赛经验上能力上 可能跟职业的球员跟知名球员稍微有一些差异 但是呢会在一些球上单个球上 会有一些神来之笔或者一些运气球的出现 这也是大学生比赛年轻球员比赛的一个特点 如果角度可以够的话 感觉2号就不够 角度要够可以先把2号就打掉 看看翻带 刚才说的那位天津小将叫什么名字呢 李亦南 他是跟石岸青那里有在练球是吧 对 这位小球员我好像有点印象 他从去年开始已经陆续的在参加一些分战赛 分战赛 对 而且虽然说成绩不太好 但是他在个别场次里面球打的还是不错的 有内容 这次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大学生水平怎么样 不过这位球员啊 就李亦南这个球员打的还挺好 也是本次比赛大学生的这个选拔赛的一个晋级的大热门之一 对 毕竟他的头衔也有这个大学生冠军的头衔 全国冠军的头衔 是吗 有过 是一五还是一几年吧 就就就这一两年 应该也是在这个北京或者在福建岛的吧 或许吧 京城记地区岛的应该是 因为我觉得在我印象里这个北京啊 尤其是咱们这个首都经常会在每年去搞一些这种大一城联赛 比如说联合大学啊 科大呀 北大清华都有这么出的一些球员 对 你说的这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 然后天津附近河北啊 甚至于山东河南等地都可以报名 在那小刹车 注意啊 手不要碰球 可以揣一杆 很强的一杆 左又在啊 嗯 现在这个角度黄衣应该不算直啊 我们就高端过来一顾顶一下 没顶到也没事啊 再走位 二十四呢 右上角应该都有下 这杆就可以打薄点 不算好 红三太直了 太直等于说你要发力一下低感往回来 看这盘基本球了 不用太大力量 还是喜欢发力啊 对 这个球其实就是低竿横台一点 白球吃开球线上面一点点弹起来 完了黑霸左站中带就行了 这个力量首先就是有一点点偏大 好 我可以帮你试一下 我可以帮你试一下 好 我可以帮你试一下 感谢观看 这个二号的目前来看是没什么好打在口 一分钟 感谢观看 这个按球是没有达到意图 而且现在还把九号球也打死了 而且局面对围甲一来讲就很被动了 控制好力 继续用八号球来做 先干球推的时候 然后福凯感觉出竿的时候有一些没有打准 白球带了一些右旋转 这一下将二号球从带口掏了出来 就不打寻常球带口掏能掏出来 但是这么大角度我给打进 而且还叫到八号球 好球 四比零 十四局不凡胜 十分十里油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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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登陆中式八球网 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排球圈有料 来了解本次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的相关信息 球材没有压住啊 调得很厉害 像张知道这种咱们现在的中式八球这种大力冲球啊 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技巧 您能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这个冲球啊 关键像这种大力冲的话 我们都管是大门冲 平时一定要在自己这个比如说腰腿啊 这个环节上要注意 因为大力冲的话 单纯能靠这个摆臂的摆除去冲的话 对于那些力量不是特别足的球员呢 优势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说你身体协调性比较好 你在这个出关的一瞬间 同时有一个下面就是这个持杆手啊 这个蹬腿 然后呢这么送腰这样的动作的话 会把力量从下到上呢 完全传达到这个球杆干头上 嗯 那最好 大家平时在冲球环节上 如果你要练习大力冲的话 首先 我说了点 比较这个直白的话 不要把这个俱乐部太迷说坏了 然后其次就是你这个球杆啊 不要说老去学一些职业球员去压干 啊 这个对于球杆呢 损害性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你有控制还好 其实球员压干只是一瞬间 而且因为它这个冲杆啊 直接球员冲杆的话 它这个都是特殊的去制造出来的 价格还比较贵啊 不会差 就是平时如果拿俱乐部这种工杆啊 几十块钱的冲断 前一期很容易冲断 对 压折了那种 对 技术动作就像我说的 你在这个出杆一瞬间啊 你这个下面的这个吃饭手的脚 包括你的腿部 还有你的腰部 要同时的向上发力 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常说的 在最后出杆的时候 最好腿能蹬起来 利用腰的力量带动手臂 往前延展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动作 平时呢 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直接球员 冲完球都慢动作慢放 你能看到啊 那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像 要去跳起来的感觉 踮起来的感觉 而且尤其是美式球员那种冲球 感觉特别的舒展 动作延展的特别强 我们看关键球 那想去低竿去带 我算叫底带吧 对啊 如果3号有左上方底带 被挡住的话 没有判断好 中带有吗 没有 还有像刚才那冲球的环节里边啊 注意的一点 这个白球和目标球的这个落点一定要准 白球呢首先就是说尽量要打中端 或者中端下步一点点 目标球的位置就是尽量要扎正 这两点做起来也是相当难的 对 因为你起身靠蹬的力量起来 就本身的这个后手就控制不住的 最后出端那一下容易打偏的啊 打偏一点点带出旋转来 或者是打稍微点跳白球 就很容易出台的 再加上你投一个球的第一个球的 着球点啊 就落点啊 一点点偏 力量比较大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向左向右飞回去 那张指导 像我们这种就是爱好者啊 可能打点不太那么精确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在冲球的时候 瞄的点位高一点 会不会能弥补一下 就当我们冲的时候 当冲的时候 瞄的是高的 当冲的时候控制不住嘛 可能会有的时候打中 或者中下一点 会不会有一些弥补 对于这种情况 我给建议不是瞄高 是瞄再低一点 因为你摆布是从下往上的 往上的啊 你拉杆的时候 像后面这个点的话 可能是越拉越高 嗯 然后出杆从下往上 对 所以说给你建议 瞄可以瞄低一点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呃 如果这个 这个练大力冲之前啊 你可以先练练这个平时正常冲 正常冲 就是你把手完全这个 拉开 嗯 拉开之后呢 就是正常去发一个比较大力量 就用白球中心点向前去炸就好了 就拉开 你可以稍微慢一点 然后发力向上去 不用说像一上来就练这种 就是说摆布比较大的大力冲 它中规中矩的白球放好 然后拉开 往前一冲就好了 一步一步来 对一步一步来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首先拉开 白球点一打左 我们不要说炸球点一打左 然后再练以后面 这种登地的这种协调 自己花力去成 就像我们好多爱好者 都喜欢这种远台低竿啊 实际上练习的时候 从由近到远 不过要说一上来就去做那种特别难的动作 自己也在揉这个胸 我可能还确实有些紧张 对,就是这个 在上面 比如说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摆球纸 用上之后呢 哎 对角 哇 差一点啊 嗯 大力冲已经是 所以说常见的冲球 这个人数里面 比如百分之十 百分之多少 占这个百分比不高了 百分之三十十吧 现在都讲究这个技术冲 控制冲 对 正常技术上的冲球的人还比较多 中大力会中立附近 然后乍完之后呢 有球近代 然后有那么两三个球再上去 那现在的这个大力冲的代表 像周一国 控制冲的代表 像原来的杨帆 现在的这个张昆鹏 都是技术冲的那种代表 这里我觉得这个 张昆鹏的冲球能力还比较强 是 本身其实不了解他的人 都不知道 其实张昆鹏大力冲是相当好 是的 在这些年轻球员里边 他们都跟这个 周一国都差不多 然后再稍微年长一点的 就是像余艾涛 就大力冲也还不错 宇龙海别看他瘦 冲的力量也不行 宇龙海也可以 年轻球员里边 老球员我觉得 像薛乐辉啊 雨艇啊 这种大力冲也可以 看有没有啊 一裤或者两裤直接下来 下低竿下右赛啊 呃 他又是一个不会低竿 球员 高竿西裤啊 这效果 那就轻打 往左边放 翻左下角 就翻回甲一这个带头 白球往右上角放 虽然说对手不强 比分领先 那这个球我觉得 还是打不合理 太直 那这个就是我看 我上一盘 那两个巴基斯坦球员 打这种球 我就提问 这白角度 就是能证明他思路 水平段没到那么个高的位置 而且我感觉他也是没想好 是摆正 还是摆这角度 他没想好 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打进去 对 又进了 5比0 现在俯开领先 5比0 5比0 上一盘比赛 也是非常有戏剧性 这个威甲一 拿到手中球 而且8号球 在戴口附近 但是一个简单的 中带没有推进 而富凯呢 在进攻8号球 目标带的时候 本意 想打进 戴口没有进 但是8号球 却运气地掉到其他带 上场比赛 也非常有戏剧性 那么本场比赛 比赛结束之后 在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 还将继续进行 大学生的选拔赛 64进1 单败淘汰的比赛 看看来自印度的小伙 维加印 能不能够 拿下个人的本场第一分 咱们请不吝点赞 看来对于这个母球在边裤上附近 这个V甲1还是不太会 失误率很高 感谢观看 现在一个好局面啊 画手球两个就在带口 看能不能够 不该把这个局面剪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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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右上角中带的话还是机会还可以的 没有说特别这边去打 所以打完之后上来K15或者K2K开了 有可能要清台的 还是说原因对手不够强 打的这个负款有点紧不起来 自己态度上也不是特别短的 一个推仰 也可以如法炮制 你也推一个 嗯 15这边好像没有挡 7号那个带口应该可以挡 最起码接力也可以挡 顶到2了 这次没了 这球这个方向走位是有点费劲 打薄点直接从屏幕左边下来就行 他自己就是没想好这一杆怎么打 对 觉得正常走两口他可能觉得下来之后就是够打了 但白球还是没空就好 所以这也是那个您常说的尽量别用带口球去走位走回吧 带口球而且是你掌控能力强也行 首先这杆球想法上还是有点不是特别合理 就常比如这个刚才打上面那个球往下走的时候 就常就从上边打薄一点然后吃顶裤往下走也行 如果说你怕白球靠裤呢 稍微带点左赛也行 打完球吃两裤下来 然后从黑巴左边过来 明白 不会说涉及到往这个右边大范围的去走 没有说K到对方球的可能 是 还是线路上思路上有些狭窄 年轻反正是这个错误倒是可以接受 比较学生球员嘛 但他这个球跟你说那个李宜南比起来 你打黑巴球员会打一球球员会觉得就插断 对 想法上就是不成熟 有的球你不会 感觉 没有那么去想 现在是福凯6比0 甩先拿到赛点 领先来自印度的维甲一 爱跑强势进化 2.0版震撼登场 爱跑将1.0版本的硬件设备 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 使安装更加简便 外观更加轻巧 软件脱胎换骨 娱乐性更佳 全新界面 3D互动 在线升级 精彩源源不断 3D 5B 0版本 Pl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起来一点还可以 也是比分low太多 这个阶段时间也是过去不少的 感觉到这个维甲1的京东上明显是 比以前速率要稍稍提快了一点 角度合适呢 轻腿也不要太重 别吊带 这个球危险 刚才有可能把你白球如果很直就双落了 加杆 选择组合 只要处理掉这颗能能近的话 现在花左右这个局面很有可能是一杆直胜了 太随手了 这白球叫的 嗯 就感觉没有空的感觉 没有说主动的去走一个好路 对 再来 14还是15 这球其实正常打就是很轻的量一堆 对 然后14号角度还合适 现在在低竿横台还要在法力 没打劲 还是对于这个抬你走速他心里害怕 他怕他推过了之后 掉带了怎么办 所以再一次 刚才这个在上一场张指导也说过 好多爱好者想练球 还是真的要去一个相对来讲 条件硬件设施好一些的球防 抬你走速啊 能够保证你练球的时候的速度 你练球的手感 如果你到一个特别环境差一点的球方 抬你很脏 速度很慢 是不练球的 就是这个球方里有专业的一些球员呢 职业球员在做对抗的时候 你在边上看也行 对 比如说你可能不好意思去问 或者怕问完对方不告诉你 但你在边上看的时候 只要你有一定的悟性 你肯定是能看到你想学的一些东西 是 对你绝对是有帮助 还有就是养成一个很良好思考这种习惯 就是这个球啊 不要老站着这个白球到目标球这个位置去看 你可以去目标球向白球这个相反方向去看 就是你可以多绕球台 从不同角度来观察这个球 你会有很多种走位的思路在起来 是 因为你老他一条线 那狭窄的 对吧 视角是单一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台球就怕把自己打得特别固化 我必须六个带口 我好多好朋友都是 一共六个带口 他就只瞄这俩 底带我俩中带 他看不见其他的带口 台球越打越单一了就 如果说你简化也行 他不是简化 他是把这球打满了 对 一定要打活 不一定非要说叫同一个待会怎么样 那么多的球那么多的带口 可不又来 至少我今天 至少五六个运营了 对五六个了至少了 我觉得傅凯以后可以打花式比赛了 当然 这也是从侧面说 其实傅凯不准 对吧 他不是很准 不是特别准 个别球因为对手比较弱 对手要稍微强一点 比如说跟傅凯今天这状态差不多 目前没准傅凯现在都是一个什么2比4落后 对 他这个打法问题还比较大 张志导我们看刚才镜头非常明显 这个美甲一他这个后手的四指跟五指翘得很高 那么这个好多爱好者都会在平时我们做直播聊天的时候 也会问这个到底握肝 那您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握肝是这样的 像这种握肝呢 如果说再夸张点 可能就是拦花指了 对吧 可能没准就是拿这个虎口 或者是拿这个大拇指跟这个食指 直接就掐住了 其实握肝是这样的 握肝我给大家建议是正常 三指用力 两指虚握 整个呢 最好是把这个手要包到这个球杆上的 然后呢 三指用力是指大拇指 十指 松指 三指是主要用力的 然后两指虚握的意思是 这个无名指和小拇指呢 是要贴住球杆的 在你拉担的过程中向后的时候呢 你这个尾指就是你无名指跟那个小拇指是不需要发很大力量 贴住即可 我为什么说贴住呢 有些球员他就不是贴的 能看到很多 呃 有可能包括甚至于咱们知道鱼龙海啊 或者是奥萨里文 他在拉的比较长的时候 他这小拇指基本上撒开了 对 不会贴单了 我给建议就是说 呃 可以贴 就是正常贴 但是你不要发力 在你出关向前的时候 你根据自己的最后拉杆到哪个位置的点 去决定你是怎么样发力 是 三指虚握 三指用力 两指虚握 虚握或者带就可以了 对 我们刚才这杆球也是维甲一啊 这八号就稍微翘点杆尾就可以了 好 好那么富凯是兵不写任7比0速胜啊 速胜了来自印度的维甲一 那么下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两点钟 大家稍事休息 咱们两点钟不散不见 好 再见 牧场 不离